我们国民党这一次在全台湾从北到南 我们提名都是实实在在清清白白 认真做事情的好的县市长候选人 治安枪击事件连连 还跟黑道牵扯不清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还让民进党继续执政 那真的是天理何在 九合一大选前不管是在新竹还是南投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边拼辅选 一边积极向外界表明国民党的排黑决心 但在才刚落幕的政府议长选举当中 台北市副议长由现任叶林传顺利连任 不过他的家族背景备受质疑 传记自己没有前科 党内同志也都相当力挺 国民党这次拿下15个县市的议长席次 其中叶林传的父亲被传世牛浦邦帮主 有帮派背景 新竹市议长徐修睿也被报是四海邦出身 还担任过海风堂堂主 南投县议长何胜丰涉嫌暴力案 被提报为置评证案对象 南投县副议长潘一泉 2009年涉嫌强揽 921震灾重建工程 独立特定厂商还威胁县府人员 还有云林议会议长沈宗龙 曾经因为殴打公务员遭到判刑 有心是案底的人通通当选 让选举一路走来 被呛涉黑的吴义农看不下去了 涉黑的议长副议长人选都成功的连任了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也看到我们对手的投票 其实这些都是公开的资讯 我们当然是觉得蛮讽刺的 12月25号就是国民党的挺黑现行日 国民党排黑只是拿来做选举操弄的工具 事实上根本没有真心想要排黑 真的很讽刺说了要排黑排黑 但政府议长选举落幕交出的名单 却黑影闯闯又如何能让人安心 调下条款有规定的 有规范的比民进党严格非常多 华雄华山刘洁差不多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